一位母亲试图安抚堵在门口的恐怖分子 可下一秒 几分钟前 四名阿拉伯人结伴走进一家美国超市 可他们身上却缠满了炸弹 紧接着 这是一位母亲试图带着女儿逃离 可以转身才发现 最后一名阿拉伯人已经守住了门口 女士慢慢向她靠近试图说服她不要干傻事 可男人根本就不给她任何机会 与此同时 几十公里外的边境线上 数十名走线进入美国的偷渡客 被边境巡逻队当场抓获 正当巡逻队轻点人数时 一个背包男突然从人群中冲了出来 在直升机强光的照射下 男人最终慌不择路地逃到了悬崖边 眼见无路可逃 他竟淡定地卸下背包做起了祷告 原来男人跟刚才自爆的几人是一伙的 等追击的边境巡逻队围了上来 他便立刻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炸弹 这两起造成数十人死伤的恐怖袭击 瞬间便引爆了全美的各大媒体 就连国防部长也不得不紧急出面安抚公众情绪 他表示美国绝对不会对恐怖主义妥协退让 必须让发动恐怖袭击的幕后黑手血债血偿 几天之后 一队美军海豹突击队秘密突袭了一处 位于索马里的海盗距点 顺利将海盗头目巴歇尔抓捕归案 而此次行动的负责人就是CIA探员马特 原来根据情报显示 几天前在美国发动恐怖袭击的那伙人全部来自也门 因为被美国制裁的缘故 他们不可能搭乘飞机前往墨西哥 唯一的可能便是从海上偷渡 而也门周围秘密从事偷渡的船只 全部都控制在巴西尔手中 马特想从他这里得到这些人背后的金主信息 可讲原则的巴西尔却始终沉默不语 人狠话不多的马特直接亮出了他豪宅的时事航拍 他要让巴西尔亲眼目睹自家被轰炸的全过程 而这只是开胃钱财 马特随后又切换到巴西尔家人乘车逃离的时事航拍画面 被马特搞到精神崩溃的巴西尔只能乖乖地将金主供了出来 马特随即便向华盛顿做了电话汇报 跟预料的一样 发动恐怖袭击的几人全部都是野门基地组织成员 而出钱帮他们偷渡的人竟然是墨西哥最大的毒枭雷耶斯 会后马特便被紧急召回华盛顿 来到位于五角大楼的国防部长办公室 部长以及一众军方大佬早已恭候多时 鉴于墨西哥贩毒集团大规模组织对美偷渡 并且与基地组织进行勾结 华盛顿高层已决定对贩毒集团进行深度打击 但因美军无法直接在墨西哥境内开展行动 长期在境外为美国充当白手套的马特又被领导想了起来 得知马特早已有了行动计划 军方大佬立刻表示会全方位提供支持 但行动人员必须由马特自行招募 如果任务失败也不能与美国政府有任何牵扯 得到军方的授权 马特立即着手组建行动团队 他首先找来了昔日合作的战友 初前搞定了雇佣军以及各类技术装备 随后之身来到哥伦比亚首都伯格大 找到了自己的老搭档亚利桑德罗 听到仇人雷耶斯的名字 亚利桑德罗毫不犹豫便加入了马特的团队 团队组建完毕 马特立即率领众人赶到墨西哥城 他们先是冒充雷耶斯集团的杀手 当街射杀了马塔集团的首席律师 随后又伪装成马坦集团的手下 在雷耶斯女儿小美上学的毕竟之路上 前后夹击语强行拦截了护送她的车队 当街榜走了雷耶斯唯一的女儿 为了确保行动效果 他们并未杀掉护送小美的保镖 而是让她给老板雷耶斯带话 这就是招惹马坦集团的下场 本以为这样就能引发墨西哥贩毒集团之间的会战 不料事情竟然出现了意外的发展 通过观看行动现场的视频回放 马特竟然发现他们专门留下为雷耶斯传话的两名保镖 竟被一名警察问话后全部射杀 很明显这个黑警应该就是马坦集团的人 事情突然变得复杂起来 直接挑起双方开战的计划似乎已不能为怨 于是他们便立即启动了备用计划 亚利桑德罗带队假扮成美国基督警察 成功给小美上演了一出美国警察英勇解救被绑墨西哥小女孩的戏码 她将小美带回基地 并且承诺调查结束就将她送回 就这样 亚利桑德罗摇身一变又成为了小美的救命恩人 随后马特与亚利桑德罗一到 秘密约见了负责美墨边境事务的官员 马特希望她能与墨西哥方面尽快协调好护送小美返回的事情 不过并不是直接把她交给雷耶斯 而是送到敌对的马塔集团控制的区域 届时只要将小美的行踪透露给雷耶斯的人 那么双方必然会爆发混战 沟通好一切 两人随即便乘车返回 不料在停车场差点撞到一名突然冲出的中学生 没想到小伙也是个暴脾气 竟然直接挡住了车子的驱逻 可当她看到亚利桑德罗可怕的眼神 以及车子短暂明起的警笔声 她才一脸不爽地离开 很快 负责边境事务的官员便打点好一切 马特立即率队乘坐三辆武装汉马前往墨西哥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车队刚一驶出边境检查站 七辆墨西哥警方的武装皮卡便立即将他们护卫起来 与此同时 一架美军的查打一体无人机也为他们全程拌费 随时监控这车队方圆十英里内的一切 原本一切顺利 可当车队高速驶入一段土路 飞扬的尘土瞬间便将车内的视线全部遮挡 马特正要联系无人机加强警戒 除了前车护卫的墨西哥警察却突然掉转了枪口 与此同时 一枚高速袭来的火箭弹直接将后方的装甲车掀翻 护卫的警察应该已被雷耶斯收买 马特立即命令无人机开火干掉了合击的火箭弹射手 随后全员下车 借助装甲车的掩护与黑警进行对手 可谁也没有注意到 受到惊吓的小美已经从车上跳下 悄悄逃到了远处 很快 马特便率领小队将负责护卫的墨西哥警察全部击杀 这时他们收到无人机报告 一对墨西哥警察即将在五分钟后赶到 为了避免事态扩大 他们必须立即原路返回 可当两人回到装甲车旁 却发现小美早已不见了踪影 马特正要组织队员进行搜索 却被亚利桑德罗拦了下来 因为刚刚被杀的全部都是正规警察 如果被赶来支援的墨西哥警察抓到 必然会引起外交危机 于是亚利桑德罗主动要求留下寻找小美 马特则将一枚信号发射器交给他 如果他能够找到小美 只要启动定位器 马特便会立即率领小队进行接应 随后马特便带领小队原路返回 面对追击的墨西哥警车 马特开枪示警这才将他们拦住 另一边 已经逃到另外一条土路的小美 拦下了一辆路过的卡车 下车的人刚好就是用火箭弹 袭击车队的雷耶斯的手下 可小美却被他浑身的血迹吓得撒腿就跑 他强行抓住小美 正要将他拉上车 没想到一声枪响直接爆掉了他的脑袋 原来是赶来寻找小美的亚利桑德罗 随后两人坐上杀手的车后一路北上 可没走多久便燃料耗尽 只能在茫茫戈壁中步行前进 幸好遇到了一位好心的龙雅木鸣 虽然他认出了小美就是被绑架的毒贩女儿 可还是将两人暂时收留了下来 另一边 刚刚返回基地的马特随即便被上司一顿训斥 虽然是被迫还击 但20名墨西哥警察的死 显然不是可以随意掩盖的小事 于是部长命令马特立即终止行动 并且要他撇清与美国的一切联系 同时为防止秘密泄露 目睹他们射杀墨西哥警察 全过程的小美也必须被灭口 不仅如此 之前的两批恐怖分子的身份也被彻底查清 他们全都来自新泽西 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与墨西哥贩毒集团间完全没有任何关联 这也让马特的挑拨计划完全失去了意义 尽管不情愿 但马特还是拨通了亚利桑德罗的卫星电话 他说明了最新的情况 并且劝告亚利桑德罗尽快将小美除掉 否则他也要面临危险 可经过几天相处 亚利桑德罗看到小美就像看到自己差不多大的女儿 他根本下不了手 因为现在他们深陷马塔集团的地盘 小美随时都有被杀的风险 他反而请求马特派人先将他从边境接走 然后再讨论如何处置 可马特有命在身 还是拒绝了他的提议 这样他就必须自己想办法带着小美返回美国 次日凌晨 亚利桑德罗带着小美搭乘龙雅木鸣的卡车 前往一座边境小镇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途中他取下小美的鞋子 将激活后的信号发射器放了进去 马特随即便确定了小美的位置信息 他不顾上司的反对 强行带领小队出发域将两人秘密带回 经过两个小时的跋涉 两人顺利抵达一处舌头组织的集合地 在缴难了2000美元的偷渡费用后 两人原地等待舌头的大巴准备通过走线进入美国 没想到这时 一个小伙却一眼就认出了正在等车的亚利桑德罗 原来他就是几天前在超市停车场差点撞到的那个小伙 因为当时明了警笛的缘故 他便认为亚利桑德罗很有可能就是潜伏的警察 随即便将情况告诉了舌头 可舌头却并没有声张 他让两人登上自己驾驶的那辆卡车 等车子行驶到美墨边境的换乘点 几名假扮成偷渡客的舌头手下瞬间便将枪口对准了他们 这时隶属于雷耶斯集团的舌头老大认出了小美的身份 他们将小美带下车 虽然小美告诉舌头老大亚利桑德罗就是他父亲的手下 可多疑的舌头却猜出了他就是绑架小美的人 一棒子便将他打晕了过去 随后蒙住脑袋将两人带到了郊外 他们要在这里将亚利桑德罗处决 为了给新人炼蛋 舌头老大叫来了一名刚刚加入的小伙 可他却因为紧张始终不敢开枪 舌头老大一气之下便直接让他领了合饭 随后他又选中了识破亚利桑德罗的米格尔 前车之剑就躺在身前 米格尔只能硬着头皮 一枪击中了亚利桑德罗的脑袋 随后舌头便带着一众小弟离开了这里 几分钟后 马特从直升机的夜视椅中看到了亚利桑德罗的尸体 一旁的队员都在庆幸图示他们动的手 可马特的眼神中却只剩下了伤心与愤怒 等后台确定好小美的具体位置 马特立即下达了作战指令 此时刚刚开枪的米格尔 却因为第一次杀人的缘故 内心陷入了无尽的挣扎 最终因为难以忍受同伙的起火 行车途中一个人跳下了车 没想到却因此捡回了一条小命 几分钟后 舌头运送小美的车队便被直升机解体 面对已经投降的偷渡旁 他们火力全开无差别仿射 没有留下一个火口 然而马特并没有按照上司的要求杀掉小美 他将小美抱上飞机 并且启动了证人保护程序 因为这是亚利桑德罗拼死想要保护的人 他并不想让兄弟失望 另一边 亚利桑德罗突然从昏迷中醒来 原来他只是被击中了脸颊 暂时昏迷了过去 他艰难地挪动身体 来到了被杀的男孩尸体旁边 利用男孩的腰带割断了 绑在手上的胶带逃出生天 心系小美的亚利桑德罗 拖着受重伤的身躯 朝着公路的方向追了上去 没多久 他就来到了事发的地点 却发现车内只剩下被打成筛子的尸体 这肯定是马特的杰作 他环顾四周 很惊喜地发现并没有小美的尸体 他了解马特的为人 如果小美没死 那一定是被他保护了起来 随后他开上舌头的卡车一路向南 可没多久 便与舌头手下的车子打上了罩面 亚利桑德罗却一点不慌 他拉开一枚手雷 等舌头小弟车子靠近了一瞬间 抬手便扔了过去 几秒钟后 舌头的小弟便被炸成了碎笛 亚利桑德罗则继续一路向南 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